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丈夫男过来安慰他时 刘海女突然变成了红脸女鬼 画面一转 丈夫男被刘海女拉着吓唬前来药堂的孩子 随后每当有孩子前来敲门 刘海女都会从嘴中揪出一段带有耳朵的辫子 而且还吓唬孩子们说这属于丈夫男的妹妹 就这样的反复多次 直到刘海女看到一个小男孩来到了他家的门前 看着可爱的小男孩 母爱泛滥的刘海女便想将他带回家中 但是丈夫男却及时出生叫来了小男孩的母亲 就这样 阻碍刘海女的丈夫男被扔进了烤箱 接下来我们讲述第七个故事 打扮成僵尸医生的僵尸男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而因为他的理念 所以庆祝万圣节的方法也比较古老 就在万圣节的当晚 江诗男被隔壁年轻人的音乐吵得心烦意躁 于是江诗男便要求年轻人关掉音乐 但是年轻人非但没有关掉音乐 反而还嘲笑江诗男的落后 就这样 愤怒的江诗男拔掉了电源 而年轻人也破坏江诗男的道具作为反击 随后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围在旁边的人群还不断的鼓动 最后江诗男拖着年轻人插到了尖头木棍上 学洒当场 接下来我们讲述第八个故事 被杀人狂追杀的麻维女跑进了一间小屋 这里到处都是杀人狂用人肢体做成的艺术品 随后麻维女捅上杀人狂逃出了屋外 但是还没等她跑远 就被杀人狂扔出的长枪一箭穿心 就在这时 一架UFO来到了麻维女的上空 随后一个小外星人便出现在了杀人狂的面前 因为没有糖果 杀人狂便踩扁了小外星人 愤怒的小外星人化作液体进入了麻维女的体内 之后便操控麻维女的身体 开始与杀人狂相互肢解 最后小外星人离开了麻维女的身体 但是此时他身后的两人已经变得肢体残缺 接下来我们讲述第九个故事 万圣节的当晚 本来以抢劫银行为身的两个男人 因为来钱太慢 便将目标转向了一个富豪家的孩子 开始的一切都很顺利 两人很快就将孩子绑架到了仓库 但是当大哥给富豪男打电话索要俗金时 却出现了问题 富豪男竟然完全不关心孩子的死活 甚至两次挂断了电话 正当两人无法理解富豪的行为时 原本被绑在椅子上的孩子却不知去了哪里 接着当二哥在仓库中寻找时 孩子突然扑倒了二哥并且开始吸血 等到孩子抬起头时 两人才发现这样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个恶魔 慌张的大哥连续开枪 但是却发现子弹无法射杀恶魔 随后在二哥吸引恶魔的注意力时 大哥才悄然摸到背后将恶魔打晕 为了摆脱恶魔 两人驱车来到了郊外将其扔进了水中 但是当他们刚刚返回仓库时 却发现地上多了许多的脚印 果然是恶魔回到了这里 眼看恶魔刀枪不入 大哥只好请求富豪男将恶魔带走 但是此时的富豪男仿佛解脱了一番 显得很是开心 原来在五年前 这个恶魔在向富豪男索取糖果后 就赖着不走 从那时开始 富豪男就被恶魔当作了人质 说到这里 富豪男还叮嘱大哥一定要喂饱恶魔 不然空腹的恶魔就会大开杀戒 画面一转 两人将恶魔装入了麻袋 扔到了富豪男家的门前 在临走前 二哥还用打火机引燃了麻袋 随着恶魔尖叫声的响起 两人如释重负的离开了这里 为了保险起见 两人决定一直开车直至天亮 就这样过了很久 看着天边的太阳逐渐升起 劳累了一夜的大哥决定下车吃点东西 但是等大哥返回车上时 却发现此时坐在后座的竟然是恶魔 此时的二哥已经被恶魔吃得只剩下一颗头颅 看着被恶魔蝉食的二哥 惊恐的大哥尖叫出声 接下来我们讲述最后一个故事 在欣赏过大师男制作的南瓜灯后 妻子便上楼去换万圣洁的服装 但是当打扮成猫与狼的他下楼来叫大师男时 却发现南瓜灯竟然变成了怪物 吃掉了大师男的头颅 画面一转 接到报警的警察女来到这里调查 但是在听到妻子说这一切都是一颗南瓜灯导致的时 站在一旁的警察女感到不可思议 当晚来到警局值夜班的警察女受到了警长的批评 因为每到万圣集的夜晚 总会发生各种奇奇怪怪的案件 就在不久前 警局又接到了猪如邻居打斗 小孩抢劫UFO袭击的案件 接着警长以降职来威胁警察女 立马去维持秩序 此时警察女的同事 也在办理一个孩子吃完糖后吃人的案件 随后警察女在小镇巡逻的路上接到报警 很快就驱车赶到了事发现场 这里的人们四处逃窜 而导致这一切的正是那颗南瓜灯 接着警察女和同伴在解决了南瓜灯后 根据南瓜灯上贴着的信息 找到了培育超级南瓜的博士 随着无数的超级南瓜出现在警察女的眼前 故事也就结束了 多半是凶多吉少了吧 十个风格不同的故事 虽然没头没尾 但总会有一个对你的口味 喜欢的小伙伴们快去观看原片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